孙老师,那我们刚才看了田园式的了 现在我看到这幅荷花是很特别,也很优美 那我觉得你肯定在画作的过程当中 你会有很多不同的感想 或者是有很多的想法 想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 是的,是的 这个荷花其实是君子之一了 出于你而不然 非常高级 所以说历代的文人雅士 都把这个荷花作为它表达的一个主题之一 我们也不落苛旧 也是和大家一样 也非常喜欢这个题材 所以说又借鉴了张大迁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来表现这个荷花 它的这种高级君子的这种品行 所以说而且这个荷花这段时间的话 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沼泽的一张纸 一种宣纸 特别的宣纸 这个宣纸呢 它这个默契啊 非常的柔和 润泽 所以说把荷花的那种 千千千君子的那种丰厚的韵味 还有那个线质啊 它又有了一种金石的味道 所以说把这个两者啊 它很强烈的对比 结合在一块了 所以说这个纸对我表现这个和好啊 这个帮助是蛮大的 所以说才敢拿出来呈现给大家 所以说就是这个 这样的 你看它的笔墨 它的表现的变化很大 淡墨的话 那个很干净 很坚实 而这个线条的话呢 它的那种韵味 限制它能够留得住 所以这个宣纸蛮好 所以说表达的 我想要表达的这个意境啊 是完全把它展现出来了 谢谢 那这么说 就是我们绘画过程中呢 就是那个纸张 那个质量 对 对这个整幅作品的那个影响 是蛮大的 是吧 您刚才说 这个是宣纸 是平常我们书法用的 是的 因为这个材质 在这个绘画当中的话 那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我们那个绘画大师 傅宝石 它就是温州的皮纸 它只有这个皮纸 它才能够表现出 它要画的那种境界 报时村的那种境界 所以说 宣纸的这种材质的话 对画家的风格 想要表达的这个意境 是非常有影响的 非常有影响的 所以找着一种 适合自己的纸 也蛮不容易 蛮不容易 OK 谢谢孙老师 孙老师给我们介绍了那么多 然后呢 从你的解读中呢 我们对你的作品呢 又多了一份了解 就之后我们再去观赏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 根据您刚才的解说呢 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份解读 像您所说的 画画就是二度创作 是吗 好 谢谢您 孙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